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我继续安装一款PDF阅读器 就是Adobe的 首先还想复制它的网址右键复制 然后打开网站 现在右键 拧贴并转到 然后它这个reader就是阅读器的话 它是免费的 然后那个Acova它是可以编辑文件的 这个是收费的 我们一般就只需要这个reader就是阅读器 如果你要编写的话 你就需要这个收费的版本 好了,我直接下载这个阅读器 这是一个病毒扫描的工具 我基本上就不喜欢了 然后直接去这边 然后直接点击这个下载 好了,然后直接打开文件 然后试 好了,安装完成了 然后直接点击完成 它这边会自动打开的 已经打够了 好了,安装完成了 然后直接点击完成 它这边会自动打开的 已经打够了 好了,安装完成了 这个可以直接关掉 然后这个你可以把它设置成默认程序 就是说以后所有的pdf文件 你双击就直接用这个打开了 我习惯会选择 OK,然后继续 他这个真的是太简单了 他有提示的 然后直接选上,然后确定 这样就行了 然后确定在下面 隐藏掉了,在这边确定 继续 OK,行了 这样就设置成默认了 然后我就说一下最简单的功能吧 这边就画了文件 然后就是打开 我桌面上有一个文件,就是pdf 桌面选择pdf文件 然后就是打开 我让你看一下 我让你看一下就是这个文件 好了 这样就可以查看这个文件了 然后这边的功能 打印 这个可能我们经常会用到的 然后这边选择一个打印机 然后就是打印 然后编辑 然后编辑这里 基本上都是需要收费的 然后视图 然后视图 视图这块的话 都是形式的设置 这个你可以试一下 没有其他东西 这是打印 这是邮件发送 这个是上一下一 镜头 用的这些东西 小手就是上下移动用的 然后这是缩小 这是放大 适合整理阅读模式 这就是把它弄成全片之类的 这些你可以自己试一下 注释 可以了 反正这款软件 免费版它的功能限制是很多的 大部分的 定级功能都是需要收费 所以 对我而言 我只是用来阅读一些 PDF文件 然后就是 打印一些文件之类的 剩下的你可以自己看一下 好了 软件安装就是这么简单 然后可以的话就是按赞 订阅或者帮我转发一下 谢谢再见